無緣無緣 大家來祝福 小酒來祝賞 親生啦 我來祝賞啦 無緣無緣 大家來祝福 大家來祝賞 祝賞啦 我來親生啦 以一手流浪到淡水走紅的藝人李秉輝 將自己的歌改編 呼籲民眾來接種流感疫苗 近日早晚溫差大 是流感的浩發季節 李秉輝現場也和妻子婉秀 讓醫師接種流感疫苗 希望用實際的行動來提醒 預防勝於治療 我呼籲民眾朋友 要好好不用保護身體 同時要去打流感疫苗 50歲以上的男女朋友 都會回來祝賞 因為我們新北市政府 對這種很有關心 對我們老人好利很好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要永遠來祝賞 祝賞也很好 你看我祝賞很快樂 流感透過飛沫或接觸的方式傳播 是台灣每年11月開始盛行的流行性傳染病 尤其長輩或是幼童都不可以輕忽 新北市今年擴大 免費施打對象到50歲以上 疫苗只剩下兩成的量 衛生局提醒符合公費的接種對象 要儘速施打 在這些民眾身上 它可以減少因為發生肺炎 而住院的機會大概可以打五成到七成 所以其實可以減少相當多不必要的住院 以及身體的傷害 這是它的重要性 那流感疫苗它其實很多人會去問說 那它為什麼一定要一年打一次 主要是因為病毒本身 它還是會不斷地去發生變異 那它的變異有微小的也有比較巨大的 比較巨大的就會發生像2009年新流感 那樣一個巨大的突變 進入流感的好發季節 衛生局提醒凡事涉及新北市50歲以上 滿六個月至國小入學前的幼兒等公費對象 都可以到鄰近的衛生所或是合約醫院診所施打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